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创真坦诚的说 我原本一级第三天时追胜营业额 第四天压倒性的胜利 最后一天在营业总额上获胜 所以真的不甘心 果然最后一天 中央去营业额总额九五饭店位列第一 创真的中华小铺排名第二 主导去阿弟兄弟的餐厅位列第一 盖岩排名第二 西建岩第三 一年前 九五从那红叶狩猎会上 与创真一样像十节发出过十几 却被第一起小色打得落花流水 去年的学院季 小四的中央区域连续五天营业额第一 于是九五与他约定 今年的乐想季上 若自己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 希望小四同意与自己再进行一次实际 结果就因创真的出现 九五的冤枉落空了 龙胆学姐找到创真与惠子 邀请他们跟自己一起去临山区 小四的模拟店吃饭 创真与惠子来到临山区便看直了眼 与其他区域相比 临山区简直高端极了 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而且这个时段 中央区域的店铺基本都关门了 这里却无论哪一家 都在生龙活活的营业着 龙胆说 那是因为顾客层不同 这里大部分顾客 都住在校区或远约度假村 即使这个时间 开始供应正餐也很普遍 而且现任时间中的多位大咖 模拟店都说在此地 创真忙碍龙胆学姐多了什么 这五天内 我吃遍了所有120家模拟店 吃完小四的店就算光德圆满了 宇哥我真是被吓到了 果然实际都是怪咖呀 走进小四的店 侍者劝过预约后 递上了秋日食材交响曲主题餐单 将他们抢入室内就座 惠子惊呼 司学者的厨房向个舞台 龙胆说 司不放心精彩的料理交于别人 全部碰饮过程 只有小四一人完成 上菜前小四 还是会对服务生千叮咛万嘱咐 第一道料理是樱花虾 樱花虾常会给人留下 穿进食材的强烈印象 但其实到了秋天 樱花虾会长得更大 虾本身的风味会更加浓厚 小四熟知这些特性 并将它充分活用到了料理之上 无论它的哪一道料理 食材的形象都会猛然拥有食客脑海 仿佛比看到活物更加鲜明 为了不让食材的印象变淡 小四适当改变温度 或使用香腥料食风味幻然一新 轻快地转变着料理的旋律 又丝毫不扰乱整体的和谐 创真暗存自己与对方实力相差甚远 龙胆称的 思挑选食材的能力 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但他更想尝证 饱含思热情的菜品 思去说 不 我的工作就是在菜品中 抹除自己的存在 仅仅专注于发现 并打磨食材本身的美味 创真觉得 思学长明明性格胆小懦弱 竟然一次都没问过料理的味道如何 这说明 他对自己处理食材的能力 十分自信与自负 这与创真器监狱的任何厨师都不一样 此时 李奈所切判的重要客人 依旧没有出现 却来了一位身着黑风衣的不足之客 将小飞吓了一跳 而李奈居然小声喊他父亲 李奈 从我开始教你料理的第一天 到现在也过了十年 让我看看你的记忆 究竟磨练到了什么地步 听吧 李奈以下的浑身颤抖 小飞刚要阻拦 男人却一屁股坐在那张空桌前 李奈整个人都懵了 也动不动呆立在原地 这时创真拿着一个胡椒饼 大大咧咧 喊着李奈的名字走进了餐厅 居然说要与男人拼桌 男人一脸嫌弃地站起身 提醒李奈 交友虚谨慎 便朝门外走去 拉开门一束束耀眼的车灯 急急扫向了他 男人却丝毫没有胆怯 他唏嘘地说 好久不见 父亲大人 总帅短门后说道 你没有踏进这里的权利 而且不准你再称自己是替切家的人 我对他的失败 就是当初把李奈交给了你 男人悔敬道 彼此彼此 如果我还在 也绝不会允许远越 变成现在这样充满烦人 说完 男人拿出了远越时节评一会的通知书 远越时节评一会 拥有和学员总帅相等 甚至更高的权力 他们中也超过半数支持我成为学员的新总帅 众人惊骇不已 不相信远越学员最强集团竟然就这样偷偷抖歌了 男人得意的说 我就是日本美食王国新的国王 唐导音在一家饭店前 与创真老爹成一郎不期而遇 唐导音激动的说 你这些年杳无音讯 害我一直担心你 说话间他得到休息 总帅短门引退了 中村成了新总帅 吉星辽的学生读着这一秀秀 感到无比震惊 询问伊瑟学长是怎么回事 中村暗中串通时节 支持人数过半 所以成为了新总帅 从流程上说没有任何问题 很快中村召集全体师生及相关人士 进行了就职演说 而后他告诉秘书 他要四处走走 用自己的双眼看清学员原本的面貌 与昨晚那个出言不讯的他不大一样 昨晚他口出狂言说 里面的料理不是给低层次人吃的 只有被选中的少数人才被享用 内压着美食才能被称之为料理 除此之外的都不是料理 而是饲料 夏牙姐妹却说 他也许不认为那是狂言 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行动的 傍晚 中村让小飞以后 不用再从事里内秘书一职 从现在起 里内由他来照顾 顾客也会由他来决定 他要充分发挥里内的才能 里内下的冷汗直流 却积极的点头同意了 嘴门找到创真 问他觉得里内是怎样的厨师 他对味觉很啰嗦 还一直说话带刺 其实里内曾是个很哀愁的孩子 直到他父亲借用他的教育 中村教导里内不孝心存怜悯 除了他认可的东西 其他都是渣子 废物 嘴门忍无可忍 才将中村赶出远越 据说中村离开远越 在国外建立了大本营 打造了一个只有富裕层的封闭阶层 并在其中活动 嘴门却没想到 他竟买通时节 企图造反 如今被中村洗脑的里内 正在逐渐找回自我 但他知道里内的内心 依然被困在鸟笼之中 所以他的手段 应该与十年前一样 会再次限制里内与外界接触 当年阿里斯诺 北欧寄给里内的所有信件 全被中村处理掉了 嘴门请求创真救救里内 创真却说 这是里内家里的事 与他无关 因为他要做的事 一早就已决定好 而且自己的料理 一直被里内评价难吃 在被他认可之前 自己是不会罢休的 左门庭罢却更加坚信 能救里内的人 只有创真了 父亲的出现 让里内再次陷入了困境 他害怕极了 突然姐姐爱丽丝 从二楼的阳台爬进来 他催促里内 跟着他们一起逃走 小飞和阿亮也来了 他们几人 一起跑了很远 才停歇脚步 于是爱丽丝遇到了小飞 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爱丽丝知道 中村又要像从前一样 对待里内了 同时他也终于知道 里内一封信 都没有回复过 自己的真正原因 这一次 爱丽丝绝不会允许 中村像从前一样 为所欲为 但里内逃到哪里 才最安全呢 既然商量对此之时 天空下起了雨 里内觉得 自己还是回家为好 若大家继续庇护他 只会用大家的立场 变得更糟糕 这时小飞恰巧经过 热情的招呼他们 到吉星辽避雨 创真回到吉星辽 看到临城落汤鸡一样的 里内 和正在用毛巾擦头的小飞 不禁吃了一惊 里内不想连累大家 梳洗完就准备离开 不料吉星辽的树友们 却以为在幼年时的悲惨遭遇 哭成了一团 强烈要求里内留在吉星 还把他当作特别嘉宾 开启了欢迎宴 大家纷纷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 请里内品尝 里内一尊见血 不仅说出了菜品的优缺点 改进建议 还详细描述菜品改自己的感受 虽然料理被里内形成狗狗的便便 但他们心中的好胜心 却被彻底点燃了 大家提创真也做点什么 创真帅气的记好围裙 他的背影 像极了里内心中 那个最尊敬的男人 小飞离开前 拜托创真帮忙照顾里内 创真希望 中尊能因里内的一家出走 有所触动 小飞却说 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因为在中尊的计划中 里内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绝不会轻易放弃里内的 次日 中尊把自己构思的学院新方针 告诉了一众老师 这哪里是出色出色的理想象 根本就是美食魔王 将世界一分为二户 见着的暗黑王国 远越又先提一针血雨腥风了 中尊的阴谋能得逞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电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公众号里有更多 精彩的拥有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